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 今天耶稣所讲的比喻 使我想起一位圣经神学家 对这篇福音的演绎 他指出世界上普遍有两种人 他们都蒙照迈向葡萄园所象征的天国 第一种人回应说 我去 但雪而不幸 可能他们想讨好别人 希望别人对他们有好感而矣 第二种人开始的时候回答说 我不愿意拒绝上主的呼召 但当他们深思之后 却踐行上主的邀请 今天这篇福音 也使我想起前任香港中文大学 沈祖瑶校长在2014年 毕业典礼之时 以教宗方济国的领导才能 勉励毕业同学的一番说话 沈校长指出 由教宗方济国身上 我们有三点可以借鉴的地方 就是一 做人要谦卑 第二 有远见 第三 要包容 我不但认同沈校长的动见 也都可以用实例寓意支持 首先 讲到谦卑 根据《中途大事录》第二章 白多禄确是谦卑的典范 在耶稣被捕之后 白多禄曾三次背主 公开否认 与耶稣的司徒关系 幸好 在鸡鸣后 白多禄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说话 懒悔痛哭 有着信仰上的转化 又在五秦节 领受了圣神后 他大胆 而且详细地公开宣称 天主却从死者中复活了 他 即是主 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 最后 他还在罗马以身殉道 为信仰作了最美好的见证 此外 我都记得教宗方济国 在2013年当选之后 对着书记所说的 第一句说话就是 我是罪人 只有欠虚承认自己的软弱 依靠天主 我们先有力量向前迈进 向未来开放 毛贵乎 教宗方济国说 能够培养真正的谦卑态度 就可以改变世界 谦卑 表示生活简朴 不为物欲所拘 視自己 和被领导的群众平等 而非高高在上 而非高高在上 谦卑 表示愿意聆听 和接立不同的意见 使人勇于服务别人 尤其是最窮困 卑微和弱势的一群 第二点 做人要有软健 这个包括目光远大 不停止学习 正如教宗方济国所说 要持续改进更新 和重索自己 今天本是圣云先的纪念日 但是今天是主日 所以我们采用主日读经 圣云先这位圣人 生于十六世纪法国 自有身力各种逆境 在各地传教时 根据很多生活 和接触了很多生活艰苦的人 姓云先很有软健 召集了一批熱心传教的人士 专往各小城市 乡村去传阳福音 后来成立显示会 又和另一位姓女 姓路易斯 一起创办了 专为看顾病人的人爱女修会 同时 他也呼召巴黎婦女 组织人爱婦女会 协助推展各项慈善事业 在各地建立医院和救济机构 修容孤儿 弃婴老人 病人 残疾人士 和露宿者 当时法国和奥地利两国的救援机构 也曾邀请姓云先主理 可以说是现代国际救援机构的先驱 第三 做人要包容 面对各种社会和政治议题 教宗方誓国说 教会不应该只是专注于教条 道统和喀日的道德教义小圈子思想 他的目标崇高 也不舍弃任何人 但是傾听不同的声音 在这里我想起胡镇中书记 他在1986年 回大陆家乡 首次探望阔别 几十年的妈妈 我有幸陪行 他家乡所有的天主教徒 热烈欢迎他 而且请求参加他主持的尼莎 但是被徐团的一位官员劝了 禁止他公开举行尼莎 胡书记曾经设法说服他 但是始终不能如愿 不过胡书记没有半点的责怪 而且沿途继续 和这位官员以礼相待 返港一段日子之后 他得识 我们也知道 这位官员 离幻末期癌症 但是他开始学习 基督宗教道理 最后领洗成为天主教徒 可见天主的圣意妙不可测 人的包容 和有爱态度 可以成为福全的方法 最后 最后我们各位 今天有机会 听到耶稣的信息 耶稣也都对我们这样说 孩子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 我们就要以实际行动 回应他的邀请 切勿心硬 但是要积极地去葡萄园去工作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 就让我们学习 教宗方济国的虚怀若谷 高瞻远足 和包容体量的等德 如果能够修炼成功 我们就等于建立一个 有长阔高的立体人生 迈向天国 天主保佑